以赛亚书第一章 在乌西亚约坦 亚哈斯和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看见异象 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 诸天啊 要听 大地啊 要留心听 因为耶和华说 我把孩子养育 使他们成长 他们却背叛了我 牛认识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草 以色列却不认识我 我的子民不明白我 唉 犯罪的国 罪孽深重的子民 行恶的子孙 败坏的儿女 他们离弃了耶和华 藐视以色列的圣者 他们转离了他 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 还要受责打吗 你们整个头都受了伤 整个心都发昏了 从脚掌到头顶 没有一处是完全的 尽是创伤 鞭痕和流血的伤口 没有起干净伤口 没有爆炸 也没有用高油滋润 你们的土地荒凉 你们的城镇被火烧毁 你们的田地 在你们面前给外族人侵吞 被外族人侵服之后 就荒凉了 尽存的西岸居民 好像葡萄园中的草棚 瓜田里的茅屋 被围困的城镇 若不是万君之耶和华 给我们留下一些生还者 我们早已像索多玛 俄摩拉一样了 你们这些索多玛的官长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们这些俄摩拉的人民啊 要侧耳听我们神的教训 耶和华说 你们献上众多祭物 对我有什么益处呢 公民羊的繁迹 和肥处的脂肪 我已经够了 公牛羊羔和公山羊的血 我都不喜悦 你们来朝见我的时候 谁要求你们这样 践踏我的院子呢 不要再带 没有意义的贡物来了 烧献祭物的香气 也是我厌恶的 我厌烦月朔 安息日和己会 做罪孽又守严肃会 是我不能容忍的 你们的月朔和制定的节旗 我心里恨恶 他们都成了我的重担 我已承担的不耐烦了 所以你们张开双手的时候 我必掩掩不看你们 即使你们多多祷告 我也不听 你们的手都沾满血腥 你们要洗涤自己 洁净自己 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 要停止作恶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指责残暴的人 替孤儿申冤 为寡妇便屈 耶和华说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 虽像诸红 必变成雪白 虽红如丹眼 必白如羊毛 你们若愿意听从 就必得吃地上的美物 你们若不听从 反而悖逆 就必被刀剑吞灭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那忠贞的成 怎么会变成妓女 他从前充满公平 有公义居在其中 现在却有凶手居住 你的银子变成了渣子 你的酒用水掺混 你的官长存心悖逆 与盗贼同伙 人都贪爱贿赂 追索丝绸 他们不替孤儿申冤 寡妇的案件 也撑不到他们面前 因此 诸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大能者说 唉 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 向我的仇敌报复 我必把手转过来攻击你 我要练除你的渣子 如同用剑来练一样 我要除去你的一切杂质 我必恢复你的审判官 像起初一样 也必恢复你的谋事 像起先一般 以后 你必称为公义的城 忠贞的城 喜安必因公平蒙救赎 城中悔改的人 也必因公义蒙救赎 但悖逆的和犯罪的 必一同灭亡 离弃耶和华的 也必灭亡 你们必因你们 所喜爱的橡树爆溃 必因你们所选择的原子蒙羞 因为你们必像一棵叶子 凋落的橡树 又如一个缺水的原子 有权势的必如麻絮 他所做的好像火星 都要一同焚毁 没有人能扑灭 对我又能扑过 人能扑过 就弱燈了 toda风景 他们不得透来 他们不得了 就能扑过 职 est之前 有权势的 就是 宝贝 就能扑这